陆委会报告 不会道歉 赔偿追责 民进党无视国台办 加速作死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2024年3月4日 台湾陆委会有关金门214恶性撞传事件的书面报告发布了 总结后内容如下 大陆船舶进入台湾地区限制或禁止水域 海巡人员依法执行任务 过程并无不大 此次系大陆三无船舶 拒绝配合台湾海巡执法 而危险规避行为所导致 若大陆不依法取缔三无船舶 所谓的违法侵扰台湾禁止和限制水域 此类事件恐再度发生 所以不会认错 不会道歉 不会赔偿 更不会追责 怎么看 这个不是民进党的一贯说辞吗 根本没有任何改变呢 因为民进党明白 如果一旦向大陆方面认错追责 赔偿道歉的话 就等于说直接否定了自己的台独纲领 别忘了台湾不是主权独立的实体 是没有化界的权利的 海巡队在厦门金门水域所谓的执法 其实属于海盗和恐怖分子的行为 国台办2月21号的最后通牒当中的四项要求 目的就是让民进党主动放弃台独纲领 今天陆委会的表态 等于说民进党表明了对抗到底的决心 说实话呀 这么简单的一纸报告 看点呢 还是非常多的 我呢 在这里总结了几点 首先第一点 国台办的压力测试出见成效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为日后的台湾解放 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有人说 你错了 你不应该这么说呀 这明明是打了国台办的脸呢 这个问题就看你怎么看 比如说 如果你的目标是速战速决 或者短时间内通过一纸通牒 就让民进党当局屈服 公开道歉 并且做出赔偿的话 如果这也是国台办的目的 那么打脸国台办算是正常 如果真是像广大网友所说 各地台办与台湾研究所是百万曹工 衣食所系的话 那么这个不仅不是打脸 反而是好事 因为新的数据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多申请一些经费 多做几个课题 发一些文章 出几本专注 上几堂公开课 谈一谈民进党当局 为什么死猪不怕开水烫 这是一个多好的机会啊 如果你的目标跟我一样 是台湾解放 而且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表 只是知道我们要向那个目标 不断的前进 那么214撞船事件和今天陆委会的报告 都是扩大战果 压缩台独空间的机会 根本不是打脸什么国台办 现在对于中国大陆来说 最差的情况是什么 这个有必要回答一下 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对台湾具有绝对的优势 这是最基本的事实 但是如何把力量集中起来综合运用 给出相应的反击是一门技巧 而我们之前知道国台办的路径依赖 以及多部门协调的困境 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现在最差的结果是 我们有实力 但是不知道这个实力如何运用罢了 不是说我们软弱 我们没有任何办法 比如说这一次撞船事件 导致大陆愚民遇难的恶性情况 通过这个机会在实力上 废掉了所谓的禁止限制水域 并且进行常态化巡查 这就是一个比较恰当的应对方式 如果说直接打过去的话 对不起 这玩意儿不是政治 这玩意儿叫加速主义 那有人问什么是加速主义啊 咱举个例子啊 反正我是一个普通人 无法影响到大的环境变化 我又不是一个既得利益者 所以与其说讲道理 不如说直接说哈 我只想看放烟花 加速加速 在这个情况下 是直接打过去 宁愿保岛不长草 也要解放台湾岛 其实吧 从民进党陆委会的报告上 可以看出台湾当局的某种 加速主义倾向 真正想加速的是民进党 这就到了我们的第二点 民进党为什么无视国台办继续作死 是国台办软弱吗 还真不是 问题在于什么 是民进党恰恰知道了自己的处境 所以选择了破罐子破摔 因为他被逼到了墙角 他没有任何办法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 那我们就有必要分析一下民进党了 首先呢 我们需要分析民进党陆委会 是在什么条件下 做出这种决策的 从现实主义角度 也就是实力的体现 大陆已经从实力上 废除了所谓的禁止限制水域 并且进行了常态化巡查 并且 禁止限制水域 而且进行了常态化的巡查 并且向马祖乌丘 澎湖方向扩展 台湾的海巡队呢 要么躲了起来 要么关闭了导航识别系统 这就等于说在实力面前 他低头了 从岛内的政治角度 民进党现在已经失去了立法院 国民党无论从哪个角度 都会想方设法 卡死民进党 什么大型议案都别想通过了 也就是说 从实力角度 民进党道歉或不道歉 已经无所谓了 无论怎样 所谓的为台独证明 搞限制禁止水域的化解权力 已经被中国大陆 从实力上废除了 从岛内政治的角度 高举台独纲领主打守护 爱护台湾的口号 或许还可以捞一些政治加分 而且让一些人回心转意 这就是为什么民进党选择了 不认错 不赔偿 不追责 不道歉 咱们呢 也可以换一个角度 去分析这个问题 假设现在民进党选择了道歉 赔偿 然后中国大陆方面选择 回归默契 停止常态化巡查 你会怎么看 如果要是我的话呀 这种情况 还不如中国大陆 直接给台湾道歉呢 这不等于说 告诉了全世界 原来主权这个东西 是可以商量的 可以讨价还价的吗 别忘了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的目标是解放台湾 而民进党的声明 加速了这一点 那有人问了 民进党他为什么选择加速呢 这一点上我们之前说过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 在台湾地区选举之前 就已经讲过了 台湾现在从上到下 对自己的前景是黯淡的 对台独工作者们来说 没有未来 也不掌控未来 台湾问题 是中美之间的事 跟台湾并没有什么关系 随着双方实力对比 不断的变化 以及美国不断退出西太平洋 这一事实 对于支持台独的民进党来说 是没有任何希望的 所以与其说 等待那一天慢慢的到来 不如说现在就立刻开始 今天的报告 或多或少 有一些困兽之斗 狗急跳墙的感觉了 也就是说 台湾的民进党当局 在实力面前是知道应该如何应对的 只不过这一次应对 恰恰论证了实力的体现 台湾是没有实力的 这种表态只能加快解放台湾的步伐 民进党想要的也很简单 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介入 但是我们知道 这件事中国大陆无论如何是不能退让的 为什么因为不可能他没有民意 战争爆发或者不欢而散 全球化没有了 台湾一片火海 难道西方会为了台湾搞996吗 很显然不是 一旦战争爆发 我可以告诉你会发生什么事 台湾整个芯片产业 全球90%的高端芯片产能 一夜之间归零 也就是说台湾地区没有了 然后大陆会直截了当 通过稀土跟稀有金属 以及元素周期表的制裁 彻头彻尾的废掉西方的前沿科技 这是美国西方想要看到的吗 很显然不是 这就是为什么 不知道大家观察了没有 这次214恶性撞传事件 美国的表态相当的低调 很显然他不想让这件事情扩大 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扩大 对于美国来说有什么直接的影响 但是情况对于台湾来说是什么样呢 214事件等于说对于台湾噩梦才刚刚开始 这就到了我们的第三点 214事件通过社交媒体的传播 大陆民众看到了台湾普通人对他们的真实看法 我们把台湾人当同胞 台湾人却把我们当敌人 是可忍孰不可忍 小孩子不听话 需要教训一下了 因为214事件 没有了两岸一家亲 取而代之的变成了推动祖国统一 因为214事件 由之前国台办的路径依赖到现在多部门协调 共同应对 而且这只是一个开始 关键在于台湾人的噩梦快要来了 当大陆人不把台湾人当同胞 而是敌人侵略者海盗恐怖分子的时候 打仗也就没有那么多顾虑了 这难道不是台湾人的噩梦吗 这也是后214事件之后最大的变化 那有人问 说了这么多 遇难者家属还没有得到他们的正义 广大人民群众还等着一个响亮的回应呢 这块有两大看点我们可以期待 首先一个海警针对台湾海巡队采取定点措施 比如说抓几个过来 而且我们或许可以看到福建警方对台湾海巡队进行人员通缉 搞缅北模式 这个是一个看点 第二个看点也是我最希望看到的 人大针对台湾立法 然后呢咱们就可以依法办事了 总之民进党陆委会在这个时候选择不道歉 不追责 不赔偿 不认错 继续他们的台独纲领 这件事是好事 为什么 无论怎样 金门马祖 澎湖乌秋 东沙 以及台湾本岛的化界权力 已经被中国大陆废除 他们无论怎么声明 是改变不了这一事实的 而且常态化巡查会继续 他们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声明不认错 不道歉 只能加固这一事实 大家怎么看 底下留言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评讯